我和清冷学神是冤家 高考结束后 我当着全校同学的面 抢吻了他 轻视了一下 江玉白同学很一般 全场哗然 这话侮辱性极强 谁承想 我一个得意忘形 从台上摔下 再次醒来 到了十年后 学神躺在我的床上 见我醒来 他甚至轻易地抱着我亲了又亲 语气宠溺 老婆 再让我抱会儿 老婆 是他疯了 还是我疯了 我和江玉白第一次见面 是在器材室 刚上完体育课 我负责拿器材回去 谁承想 推开门就看到一个人 躺在里头的沙发上 我本想敲咪咪退出去 却不知办到了什么 往他身上挡 一下撞进他清冷幽深的毛子 那一刻 我认出了他 江玉白 他愣了一下 散漫笑出声 认识我呀 很难不知道 总是和我争第一个装逼网 人称清冷学神 器材室外传来脚步声 我刚要起身 他却不松手 都这样了 不做点什么 岂不可惜了 我数到三 你不拒绝 我就亲了 在我没反应过来时 他脚下一笑 三 时间到 然后便亲身靠过来 我以为他真要亲我 可结果 嘴唇和我精准保持在了三厘米的距离 就不动了 然后我听到了外头传来卧槽卧槽的声音 而江玉白 寸我轻眨着眼 带着若有肆无的坏笑 喂 第二名 你完蛋了 那时候我还不懂他什么意思 直到当天 关于我早恋的消息 传遍了全校 老师在早会上 三个全校同学的面 温和地对我进行劝说 说我和江玉白一直都是学校的希望 希望我多向江玉白学习 别走错路 然而他话音刚落 江玉白就高声反驳 老师 你可能不知道 和玉宁同学在弃材室的那个人是我 此话一出 全校哗然 老师更是两眼一黑 我也是 因为后来高三整整一年 我都仿佛被贴上了江玉白这个标签 不知道哪里来的消息 所有人都在说我喜欢江玉白 暗恋江玉白 尽管我一再解释 然而大家就是不行 偏偏江玉白 在众人问他的时候 他一脸无所谓 与您同学人很不错 可惜只是第二名 我不喜欢学习比我差的 这话更是坐实了我表白悖剧的传闻 我气炸了 冲进他教室和他对峙 他笑得散漫 按着我的后脑勺 靠近我耳边轻声说 不服气呀 那就超过我呀 到时候你也可以羞辱我 我被他激起了斗志 后来开始疯狂泪卷 不过江玉白这个人 还真是阴魂不散 不管我在哪里学习 他总能出现 眉眼之间都是无害 看我做什么 这是图书馆 就许你来学习 还不许我来 还喜欢指指点点 听说你物理很差 巧了 我每次都是满分 用不用我给你指点一下 他丝毫不在意我的态度 天天盯着我的错题本 死期白赖非要给我讲解 我硬生生忍受他好几个月的璀璨 终于 三魔的时候 我超过了他 拿了第一名 他依旧很自信 但是我故意让着你呢 我翻了个白眼 你那么厉害 要不在村口给你摆两桌 他不以为意 突然靠近第一名 表现这么好 我现在正式宣布 你有追求我的资格了 你要不拿开赛路通通脑子 江玉白那番话 被当时周围的同学们听到了 于是后来 关于我得第一名的原因就变成了 因为江玉白只喜欢学习比他好的 所以我才那么努力 我忍辱负重 终于熬到高考结束 在最后一次年纪大会上 老师把我和江玉白叫上台发言 以黑话的我 当着众人的面 在台上抢吻了江玉白 全场哗然 甚至还有人吹口哨 老师们被打了的措手不及 都忘了反应 我用话筒说出那句排练了 无数次的台词 轻视了一下 江玉白同学 很一般 还是不追了吧 太差劲了 话落 全场倒吸一口凉气 这话侮辱性极强 我看到江玉白眸中闪过惊恶 心里只感觉到畅快 被人误会了这么久 不珍来一次 真愧 谁承想 我一个得意忘形 从台上摔下 再次醒来 我躺在床上 睁开眼 就看到近在咫尺的江玉白 他满手在我颈窝 灼热呼吸一点点落下 还一般吗 嗯 我脑子轰了一下 傻眼了 什么情况 但还是条件反射的回对 很一般 太差劲了 江玉白脸当场就黑了 下一秒 我被江玉白打横抱起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放在了屋内唯一的那张书桌上 桌上只张文件散落了一地 他也没顾上 我以为我是被江玉白逼疯了 才做的离谱的梦 可再次醒来 江玉白还在 他甚至亲密的抱着我亲了又亲 语气宠溺 老婆 再让我抱会儿 老婆 是他疯了 还是我疯了 后来的几天 我被迫认清了一个事实 我穿越到了十年后 并且 我和江玉白结婚了 我们是真心相爱 才结婚的吗 我真诚发问 江玉白却脸色一样 听到他回国 你就后悔了 这话我没法答 因为他说了什么 我听不懂 我翻开手机通讯录 找到高中时最好的闺蜜 签合打过去 约了他见面 他见到我时 非常激动 还说自六年前参加完我的婚礼后 我们就再没见过了 没想到我会主动约他 我看着几天前 还那么稚嫩 幼稚的朋友 转瞬之间 突然打扮得这么成熟 精致 心下很是复杂 从他口中 我得知了 当年在我做出强吻这一壮举 还摔下台约了之后 我被送进医院 检查出脑子长磕瘤 但幸好发现得早 问题不大 然而闺蜜说 江玉白好像挺后怕 还因此填志愿时 放弃了他爱的物理专业 选择学医 对此 我有些不敢相信 江玉白会为了我改变人生方向 我和江玉白是怎么在一起的 你们怎么在一起的 你自己不是更清楚 怎么突然问我 我和他高中时不是关系不好吗 想着你们听到我和他结婚 应该挺震惊的吧 闺蜜有点脑子 但不多 很快就打消怀疑 继续道 不震惊啊 你们高中时不就在传绯闻吗 大学又是同一所 日久生情也不是不可能 玉宁 闺蜜前脚刚走 我还坐在原位发呆 就听到有人叫了我的名字 闻生看去 是一个气质文雅的男人 他一脸惊喜 你怎么在这儿 没想到刚回国就碰上你 还不等我说话 他直接坐在我对面 这家咖啡厅 可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没想到 请问你是 我打断他的叙叙叨叨 他脸色一僵 你不记得我了 抱歉 我失忆了 失忆 他震惊不已 难道是之前的病有后遗症 在我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突然伸手过来碰我的头 脑袋平时会疼吗 我刚要避开他的手 手机响了 是江玉白 在我以为他生气了的时候 他温声道 那你自己小心点 我挂断电话后 眼前的男人才开始做自我介绍 他说他叫魏琛 是我和江玉白的大学学长 知道我失忆 他还跟我讲了许多大学时候的事 当然 主要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他讲得滔滔不绝 我眼看着天都黑了 欲言又止 学长 得回家了 我送你 我刚要拒绝 下一刻手腕被人握住 江玉白的声音响起 不需要 我正愣看着突然出现的人 你怎么在这儿 他看着我的神情有些淡 没有 我感觉有点奇怪 但又担心是自己想多了 毕竟 我不了解十年后的江玉白 也难以适应 和江玉白躺在一张床上 做亲密的事 所以我和他提出分房睡 他面色平静 我有些心虚 拽了拽他一脚 你介意暂时分房吗 他没眼温和 你开心就好 我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魏琛听闻我失忆 十分上心 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 说他认识一个业内很权威的医生 可以给我检查检查 我有些无奈 我这根本就不是失忆 那不过是搪塞他的一个借口 可是 任我百般拒绝 魏琛也毫不在意 依旧坚持要带我去看医生 甚至都找上家里 江玉白去上班了 我不敢让一个陌生男人进家里 只能站在门口和他说话 这是地址 你拿好了 约好了这周六 他刚说完 我就看到了 本该在医院的江玉白 出现在电梯口 他什么时候来的 明明没做什么亏心事 但是对上他安静深邃的眼眸 我还是没忍住心虚了一下 他长腿一脉 我可没有出轨哦 我那是 尾音被吞回喉咙 之前刚穿越来时 经历的画面控制不住的在脑海翻涌 我脑子轰了一下 瞬间处于当机状态 而他落在我腰肌的手微微颤着 一纷纷收紧 搂得我生疼 两久 直到门外传来敲门声 会称迟疑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明明 纸条你没拿 江玉白略意停顿 深深白手在我紧窝 声音满是阴质 是让他滚 还是我继续亲 你选一个 我身体一颤 当然果断选第一个 虽然有点不礼貌 学长 你先回去吧 周六我会去 话没说完 就被江玉白惩罚性的咬了一口 当了我的面 还和他约 他含在我腰肌的手 难以抑制的收紧 素来冷掉的声线里 透了一点点淡淡的哑 喻咧 我们还没离婚呢 门外是未撑的回应 但我的脑子无法思考 他在说什么了 十年后的江玉白 也太会折磨人了 事后 我还是决定和江玉白 他脸色怪异 以为他是不信 有些着急 我没骗你 真的 我真的是18岁的我 他将我拉下 没说不信 坐好 你真信 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信 我反而觉得离谱 这种事 没有亲身经历的人 怎么可能会信 你没敷衍我吧 没有 仔细想想 其实也有迹可循 我疑惑 他瞥了我一眼 几次下来 你看起来确实挺声色 真的很不想听懂他指的是什么 但脸还是不可以指的红了 空气突然沉默 他摸了摸鼻子 男的面色闪不尴尬 那什么 声音很低 我没听清 我错近看着他 你说什么 他脸红了 没敢正眼看我 轻壳了一声 抱抱歉啊 他突然恼羞成怒 捂住我眼睛 你早说你18岁啊 怎么还突然跳脚了 我现在只要一想到 之前面对的是18岁的你 就觉得我在犯罪 此刻的江玉白 退去了沉沦 终于有点以前的样子了 弄明白他别扭的原因 我忍不住笑出声 拉下他手 你现在知道我之前有多尴尬了吧 尴尬也没办法 你本来就是我老婆 我亲一下怎么了 还挺好横 我纳闷 我怎么会嫁给你的呀 这叫什么话 我这么优秀 帅气 且能干 他说着说着 又习惯性的上手抱我 见我看他 反应过来 面色一僵 又赶紧松手 抱歉 习惯了 这习惯也太亲密了 我们之前感情很好 他没稍微挑 直勾勾盯盯着我 非常好 你爱我爱得死去活来 非要和我在一起 你确定 不信你问你爸妈 是不是你先抱着我喊老公的 你爸妈可都听到了 对于他这句话 我并不怀疑真假 可能我真说过 但我了解我自己 绝对不是因为喜欢 大概又是像强吻那次一样 恶心他的恶作剧罢了 得知我是18岁穿越来的之后 江玉白替我向我公司请了假 他似乎很担心 我适应不了十年后的生活 教我这教我呢 最后还是不放心 让我跟他去上班 我汗言 这还是以前那个 总是捉弄我 气死我的江玉白吗 承诺我老公 竟然这么贴心了 江医生 你这天天带着老婆上班 不怕同事笑话 说话的是江玉白的同事 看胸前的名片 是神经外科的医生 我有些尴尬 坐在角落里 假装没听见 江玉白倒是淡定 还是带在身边比较好 不然弄丢了 被你说的 好像嫂子是没有生活 自己能力的小朋友 江玉白整理病例资料的手一顿 还没看了我一眼 还真是小朋友 猝不及防 对喂了一把狗粮 少于一一 一时无言一对 结果江玉白手上的资料溜了 等人一走 我才忍不住到 要不我还是在家待着吧 每天看着外图不时走过 八卦往里看着医生和护士 我都替江玉白尴尬 在找到让你回去的方法之前 你必须和我待在一起 之前魏称学长说 他认识一位医生 要不我去看看 他皱眉 可你不是穿越吗 看什么医生 这不是想着 万一是脑子的问题吗 而且魏称学长说 那个医生在夜内狠 我还没说完 江玉白突然走过来 将我打横抱起 进办公室里头的休息室 我心陡然一紧 你不请你 放心 他将我往怀里按 埋手在我颈窝 声音低沉阴雅 我有些无语 不亲整治出做什么 江太太 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 你老公我也是脑科的 并且在业内也很权威 所以呢 你放着我不找 找别人 那你这不是没找到原因吗 魏称提供了 不许讲魏称 他突然打断 声音有些哀怨 我不解 为什么 难道他是我前任 话刚出口 就被他捏了把腰 再胡说八道 我真亲了 我被吓得闭嘴了 不过心里仍然不满 对于我是穿越的这件事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着急 根本就没有再想办法 反而很淡定 好像在等 周五晚上 魏称提供打了电话 明明 时间和地点 我都发你手机上了 记得去 我看了眼沙发上 微你着眼看我的江一白 学长 你放心 我会去的 江一白脸当场就黑了 等挂断了电话 见他要起事 我赶忙凑过去 勾过他的脖梗安抚 别生气 别生气 都说了这件事 我会处理好 为什么 就一定要去见他 他板着脸 很是严肃 我俯过他的面颊 发现他的睫毛很漂亮 我没忍住 又去摸他的睫 就去看看而已 你要不放心 一起去 感觉到他不对劲 我身体一致 感觉不妙 刚收回手 准备抽身 他还在腰迹的时候 猛地收紧 江一白 我现在可是的孩子 我声音颤抖 他摸了片刻 声音低哑 知道 知道你还不松开 停手 两久 他还是松开了手 服饿 真是要命 江一白还是和我一起 去见了魏琛介绍的脸医生 明明我才是病人 可是那医生 见到江一白以后 全程都忘了我 一直在和江一白交流 他们似乎早就互相认识 交流用的是外语 还是生僻词 我没太听懂 反正最后 医生给我做完了检查 说我脑子没有任何问题 江一白一脸你看 我就说吧的表情 我气一夜 刚好刚忙完工作的魏琛赶来了 我看到他立马扬起笑容 学长 请你吃饭啊 魏琛一愣 看了眼黑脸的江一白 呆呆点头 好啊 我刚要走 江一白拉住我 有些委屈兮兮 我故意气他 请记住 你是一个成熟的 28岁的男人 我还是和魏琛走了 不过想到江一白当时的表情 我就想笑 没想到十年后的江一白这么喜欢我 当初他恶整我 害我被全校嘲笑的时候 估计没想到现在吧 你在想什么这么开心 魏琛突然出声 我回魂归来 看了眼旁边玻璃上倒映出来的自己 笑得像个不知钱的二傻子 赶忙收起表情 学长 我和你之前是有过一段吗 嗨 魏琛被惊了一下 放下餐具 慌忙摆手 学妹 看来你真失忆了 怎么可能啊 那为什么江一白不喜欢你 也不喜欢我提你 学妹你失忆了以后 说话还真直白 我只是需要能解除误会 这也是 今天我约魏琛吃饭的目的 文言他叹了口气 有些无奈 也怪我 年轻时太张扬 我和江一白同专业 还高他两届 可是有一年 学院老师把本该给我负责的医疗项目交给他 我不服气 更看不惯江一白那副牛逼轰轰的拽扬 所以言语上 略微不礼貌了一点 就这儿 还有就是 我大学时不是喜欢你摄友吗 经常让你帮我送花送礼物 谁知道他看到了误会了 暴跳如雷 我就顺水推舟 制造了点误会 他说了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我没太注意后面 只注意到了前面一句 八卦之心顿起 你喜欢我摄友 哎 单恋 说到这儿 他有些惆怅 毕业以后就失去联系了 但前段时间 我看你朋友圈里 有放出和他的合照 说他恢复单身了 要去远行 就想着回过来 找你问问他的行踪 谁知道 你失忆了 怪不得你这么着急 帮我恢复记忆 还以为魏琛多担心我呢 哎 医生怎么说 能治好吗 我刚要回答 余光一瞥 瞥见餐厅外头 有个人在那排华半天 走来走去 显然很是焦躁 我失笑 不知道 不知道你还这么开心 江一白转身看过来 正好和我视线对上 见被发现了 他索性直接走进餐厅 他看也没看魏琛 只盯着我 能回去了吗 我没回他 只是看着魏琛 他的行踪 我没有那个权利 告诉你 如果你真想追他 我可以找找他的联系方式发你 你自己联系 江一白这一条眉 诧异地看着我 想清楚了什么 但到底也没有过问 直到回到家 他悠悠看着我 一本正经 18岁的运宁同学 虽然你没有这10年的记忆 但我想我有必要和你重申一点 你已经结婚了 你现在是我的妻子 哦 那又怎样 你这是在威胁我 我是在陈述事实 请你接受 你未来会嫁给我的这个事实 28岁的江一白先生 我想你还没有搞清楚 我们未来什么关系 是由过去的我决定的 你信不信我回去后立马远离你 让你变成光棍 江一白脸色一僵 不说话了 我心里暗爽 没想到 还能有拿捏住江一白的一天啊 他可太爱我了 我错了 他凑过来想要抱我 我手抵在他胸口 注意分寸啊 哥哥 我现在可是孩子 他黑了脸 见他受挫 我心这大好 哥哥 以后请端正你的态度 不然 无期徒行哦 自从那晚江一白听到我说 回去会立马远离他之后 他整个人比之前更殷勤了 似是有意 在我回去之前刷好感度 态度好的 简直不能再好 我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和我针锋相对的人 会变成这样 一时好奇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他脸色一僵 告诉你 你回去会笑话我吗 会 那我允许你笑话 你回去后可以不分手吗 现在是你能谈条件的时候吗 哥哥 我看到江一白已经在咬牙切齿了 但是他还是强忍的笑道 我错了 我得意 但最终他还是没说 他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而是转移话题 说起了过几天高中同学组织的十年聚会 左右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 刚好也好奇 十年后的朋友们变成什么样 便和他去参加了 千和见到我时 一如既往的熟络 上来就拉着我的手 把我和江一白分开 众人也都在感慨着青春 我坐在一旁完全没什么感觉 毕竟这才是一个月前的事 然而众人感慨着感慨着 突然扯到了我和江一白 玉宁 你当年的壮举 后来在学校广为流传 至今都还有不少学妹效仿你呢 哈哈 不过可惜了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和学生一样 双向奔赴 听到你们本科一毕业就结婚的消息 我们蛮震惊的 这也是太着急了 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凤子成婚呢 可结果六年过去了 学生都博士毕业了 你这肚子怎么还没动静 他们一个问题接了一个问题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能尴尬地笑着 然而我没想到 这里还有人和我同一家公司 他开口道 我听领导说 已请了三个月的假 是准备备孕了吗 此话一出 众人齐齐看向我的肚子 我惊了一下 脸色尴尬 备孕 这此理我也太遥远了吧 我求助的看向江玉白 他凑过来坐在我旁边 搂着我的肩膀 看向众人 你们这些老色批 别来玷污孩子纯洁的心灵 噗 老色批 纯洁的心灵 众人一顿无语 你们高中时 又是器材师 又是台上强吻 真是好意思说 我们老色批 江玉白一脸淡定 但是你们闷骚 我们这叫光明磊落 众人又是一阵嘴角抽搐 啊对对对 我看了十年后 脸皮更厚 心理素质更强了的江玉白 默默汗颜 随手拿起面前的杯子 喝了一口鸭筋 却不料 竟然是酒 我头回喝 一时没经验 被呛了一下 江玉白赶紧抽走我的杯子 瞎喝什么 这是酒 众人没忍住好奇 韵宁酒量不一直挺好的吗 为什么不能喝 有人故意倒吸一口气 难道已经怀了 那可以提前截娃娃亲吗 我希望的子孙辈能聪明演好 嗨 我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被大家调侃了一晚上 同学会很是和谐的结束了 我红着脸 被江玉白牵着离开 直到坐上副驾 我叹了口气 终于结束了 江玉白单手撑了下盒 歪头笑看着我 敢不敢谢哥哥今晚的解围 哥哥 我觉得你还是别说话的好 每一句话都在拉仇恨 那是他们嫉妒我们的优秀 哦 你这么优秀 怎么还整天吃魏琛学长的醋 人魏琛学长明明喜欢我大学室友 你这都没看出来 还学神呢 说起魏琛他脸色又不好了 长节服下 唇微抿着 看起来委屈极了 不知道他是装的还是真的 但我还是没忍住 松口道 好吧 看待你最近表现良好的份上 我回去以后一定和魏琛保持距离 想起了什么 我突然转移话提问 你为什么给我请三个月的假 三个月后我能回去吗 怎么了 他看得眼我还半湿的头发 皱眉 怎么不吹干就上床 没事 今晚我喝了点酒 这会有点困 起来 先吹干头发 就因为你年轻时不养好习惯 导致现在老是偏头痛 我无语 但还是坐起身 看着他拿着吹风机过来 回去后 改掉你那些坏毛病 哦 别敷衍我 没敷衍你 我无辜地看着他 他板着脸 可在我现在的记忆里 你回去后没改 好吧 我态度端正了一些 我回去以后 尽量改正 他悠悠看了我许久 最后无奈摇头 选择先给我吹头发 他的动作很温柔 也很熟练 好像做过很多次了一样 我差 点睡觉 直到耳边突然安静 我睁开眼 一下撞进他深邃灼热的毛子 心里咯噔了一下 你看我做什么 亲一下 可以吗 他有些委屈地搂着我的腰 好久没亲了 我打个寒战 在他动作越发得寸进尺的时候 指住 哥哥 你做人吧 可以加重哥哥二字 他手顿了顿 我突然不想做人了 你怎么能玷污孩子纯洁的心灵呢 他埋手在我紧窝 深深呼吸 让我缓缓 我暗笑 这样的江玉白也太好玩了 每天在斯文和败类之间反复横跳 江玉白读博士的导师 邀请江玉白回学校开演讲 江玉白带着我一起去了 我坐在台下 看着台上的他侃侃而谈 自信从容 突然有些自豪 他认真工作 不吭我的时候 真的还蛮顺眼 自由提问环节时 我同台的一个漂亮女生问江玉白 听说江学长是一年早婚 能好奇问一下 您和您太太是怎么相识的吗 江玉白在外人面前 还是很正经的 我们是高中同学 那是谁先喜欢的谁啊 江玉白看了我一眼 我以为他又要满嘴跑火车 说我爱他爱得死去活来 还当着全校同学的面抢吻他 可他没有 他轻轻地弯了弯嘴角 鼻窝陷得很深 高一 我一见钟情 众人惊讶 女生脱口而出 这么早 我有些无语 果然还是在胡说八道 明明我们第一次有交集 是在高三刚开学的时候 演讲课结束 江玉白带着我去见了他的导师 他导师看到我 就一脸可惜地摇头 我是真没想到啊 玉白这么一年早婚 要不然我还有机会当他岳父 我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 当下就忍不住了 我也不差得好不好 他能娶到我是他的福气 这话一出口 江玉白笑了 搂着我摸了摸我的头 像是在安抚扎毛的猫蜜 我正不解他笑什么的时候 那导师说了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六年前你也是这么说的 六年前 感情这老头六年前 就想着拆散我和江玉白 好给自己女儿牵线 我搂着江玉白的腰 挑衅 老师都六年了 你还是另找女婿吧 哈哈 导师笑声爽朗 我外孙都上幼儿园了 好吧 不过你们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动静 导师看了江玉白 那时候看你本科一毕业 就着急结婚 还以为江玉白微笑 导师你也知道 我们学校离我本科大学有点远 导师愣了一下 看了眼一旁的我想到什么 失效 可真有你的 走出学校的路上 江玉白跟我说了 这十年里发生了事 我才知道 我和他本科是同一所学校 但是我本科毕业后 选择留校读研 他则是去了 更适合他那个专业的学校深造 我们婚后 也算是异地了好久 我学业忙 他也是 哥哥 你该不会是怕我和别人在一起 所以才这么着急 一毕业就结婚吧 我一想调侃 就会叫他哥哥 他也习惯了 甚至诚实的印象 对啊 我一夜 敢不敢动 他没稍微扬 感动的话 赶忙推开他朝前跑去 但我没注意看地上有台阶 一个不小心 我朝前摔去 失重的那一瞬间 我的眼前好像换了一个场景 我见到了台下一大群同学 惊慌失措的脸 明明 手腕突然被人拽住 我侧头看去 江玉白的脸也出现了重影 一下是他十年后成熟清冷的脸 一下是他穿着校服的青色脸 太多画面不停切换 像是机器出了故障一般 不停闪回 我被闪晕了 当我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时 还有心懵 下意识喊了江玉白 下一颗手便被握住 我转头看去 江玉白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你醒了 哥哥 我怎么会在这里 他问了一下 后笑的散漫 你喊谁哥哥呢 门口医生走进来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江玉白 这位和病人是什么关系 怎么进来的 哦 他是我老公 我解释 老公 江玉白震惊了一下 后起身看了医生 一块检查检查 他脑子生是有问题 随着他起身 我看到了站在门口 叹息的我爸妈 这孩子 哎 真是女大不中流 这才刚毕业 这又是强吻别人 又是恨嫁 刚毕业 我捕捉到关键信息 蹭了一下坐起身 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看了看自己的手 又看了看江玉白 我回来了 就这样回来了 也许是我表现得像个智障 我爸妈还有江玉白 强烈建议我去做个脑部检查 这一检查 果然就检查出了毛病 我爸妈吓坏了 江玉白貌似也是 眼眶都红了 但是强装不在意 没事的呀 明明 这只是个小手术 没事的 我爸妈哭着安慰我 将我送进手术室 我有些无奈 我当然知道我会没事啊 我未来还会嫁给江玉白呢 手术很成功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做完了手术 我总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好像是脑子里空了一块 却湿了什么东西 却又想不起来 我爸妈说可能是手术后的一些短期后遗症 久了就好了 我不信 因为我甚至都记不太起来前几天的事 江玉白略迟疑 说起来 你晕倒后 做手术前的那段时间确实挺奇怪 但是做完手术 好像怎样 变傻了 滚 谢谢 我是在病房里填报志愿的 因为没能回校厅志愿填报课 所以江玉白被老师派来协助我 你的成绩虽然略低我几分 但是我们俩上同一所学校 完全不是问题 谁说呢 要跟你上同一所学校啊 我有些不服气 原来我还是第二名 江玉白之前说是让着我 十有八九是真的 这货就喜欢戏耍人 看了眼他填报的专业 医学 心中有些奇怪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记得之前听谁说他大学想报物理学的 他谋色微顿 一般般吧 那学医的话 你选的这所学校 是不是不太合适 虽然这所学校在国内是顶尖的 但是就你所选的专业来说 你应该去 他突然关上电脑 你那么关心我做什么 喜欢我呀 哼 我脑缺了才会喜欢你 空气都停滞了一下 只有病房里一气滴滴的声音 两久 他忽然笑了一下 注视着我 你别这么揍自己啊 未来真脑缺了怎么办 我咬牙切齿 会说话就好好说话 不会说话就去狗妹桌 这人就是故意来气我的 我后来还是和江玉白上了同一所大学 虽然不想见到他 但是承认 这所大学对我来说 是最合适 也是最好的选择 十年的时间 似乎被拉得迷足漫长 又似乎很短暂 我和江玉白的关系 发生了很大改变 这是我始要未及的 睡梦中 感觉窗外下起了雨 冷风从窗外翻卷而来 我猛地从混乱的梦境里醒来 头痛欲裂 我看了眼床头柜上 江玉白手机屏幕上 谈出来的日程安排 今日是老婆29岁的生日 有一瞬间 我竟然有些分不清 此时此刻到底是现实 还是在做梦 腰上突然缠上一双手 做噩梦了 江玉白 我以前的那病 生事没知好啊 几天前从医院里醒来 我发现我缺失了三个月的记忆 我问江玉白怎么回事 他说我和他回母校时 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磕到脑子了 可是就摔了一跤 也会让人失忆吗 你说吧 不用骗我 我还有几天可活 是 精力这么充沛 看来是不困 那不如做点别的 困了困了 我认怂 转身背过去 却不料 他突然翻身压上来 魔光忧生 突然想起来 你现在又不是18岁 什么意思 灼热呼吸一点点落下 直到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 外头淡淡的沉光 从窗户里落了进来 晚安